玩具TV第十一季第十一節 先頒獎 請贏你 德哥 但我沒有女朋友而已 升職請贏 為何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九安工作室一臂錄的精品人樓 因為價格不是一般的價錢 即是我這些窮人沒得玩 不是 我只是想哄你買 這個大概要接近四千元 哪有錢 我們要解釋一下為何值四千元 不然大家會在這裏問 既然是四千元 看看盒子 起碼看看你的四千元放甚麼東西 這麼大盒 超大盒 極度不環保 我想說 因為始終是貴的 要大盒才大一點 另外其實這把槍 我們會說這個 磨歌山之錄的規甲造型的槍 它是一支過的 所以盒子不夠大 是擠不下去的 這個盒子就像某牌子DID 其實它有一個好像屏風 有塞石 其實這個是塞石 可以在這裏拍照 如果可以拍照 可以齊景拍照 反轉也可以 廠商既然已經有這個設計 何不不製造一個屏風的 偷畫 我相信它有俗作 看看盒子的部分 這個盒子看完這裏就不開了 其實這裏是紙 還有裏面的海綿 拿完就沒有東西看了 金金地 這裏不是日本食餅的 你叫什麼 我好像是和 我好像是和 和果子 即不是和果子 我好像是和紙 紙是很漂亮的 不可以蠻蠻蠻的 不過真的很大盒 是啊 裡面沒有東西 但剛才剛才提到的請假 請假是什麼東西來的 不是德哥請喝的 本身也可以看看有什麼東西 有幾張東西 有一疊 但是這個廠是新廠還是舊廠 是第一次製造的 其實它不可以叫做廠 是一個工作室 你當然會解釋 整副規格都是人工製造 有一個很漂亮的說明書 因為真的要看 你不看說明書 有可能裝錯東西 甚至會弄壞 整體來說 這些不是我們平時玩開的 會比較安全一點 硬正一點 是因為很多手作部份 容易壞 但是要自己綁嗎 很麻煩 其實是頭盔要自己綁 因為是分開裝的 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照片 很難得它是用繁體字 用英文的 這是大陸工作室來的 其實是大陸工作室來的 好像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水準 可能它想國際化一點 也是好事 很值得去贊 關注不同市場的需要 另外這張 這張又不知道是怎樣的 這張又不知道是怎樣的 這張又沒有 使用說明書的外圍 包著這張 好像日本那些有兩針 我想負責人對日本文化和古代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值錢是這一張 為什麼呢 當然它寫了限定證書 限定證書 但是沒有綁號 大陸工作室 450分之0 0節你一打過給我 這張又沒想到 真心很憲 這是大貨 已經派貨了 它是優了手捨的 這是451 有可能是451隻 但是可能寫漏了 這幅畫我不明知道在哪裡 應該有點點 它是直接找會斯畫的 其實這個產品是和歌山之綠 為什麼? 如果大家了解日本文化對日本戰國清楚 這六個文前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一個家庭的揮號 我這六個文前有什麼三場庫端用來渡河 他有分每次兩文前 去過三關 三途之村 是真田家的家庭 代表他們有勇敢的器蓋 戰場上是死如歸 真田家看過日劇或玩遊戲 真田家本身不是大名 但他有一個小的城主 在戰局時代 一會有依附武田 後期的積田順腳 最後有封神守吉 德川家 在關元合戰 東軍西軍 他們參與敗那一方 輸了那一方 就是石田三成那一方 即是封神守吉的繼任人 這次是慘敗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他 因為在那場戰略雖然敗 但他贏了一個小勝 他的真田園是整個城牆的設計 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令他防護到當時東軍的進攻 打了一場勝仗 但最後因為整個戰略都輸了 所以他後來也是輸了 下場是怎樣 下場好像是放軸 我也算是這樣的 幸好他兩兄弟很棒 一邊是東軍 一邊是西軍 分散投資 沒錯 中古時代是懂得這樣做 是專門的 一邊是東軍一邊是西軍 結果兩兄弟 沒有正式對類過 但我們為人所知的就是 這個規格的主人 和歌山子龍 其實他是曾田恆村 但當然樣子我不方便表現 因為整個產品是容易一點會難 我們在現場這樣做 驚驚地 驚驚地難一些東西 就不太好 所以如果有收藏家喜歡買 不算價錢 當然是很精明 因為每一個甲和繩都是人手穿 真的做出來 有些牌子會偷了雞 會用塑料 用其他物質 甚至一塊做了耳帶 但我暫時目測 差不多整套規格 有八九成的地方 都跟足 當年 當年那套 去做 好處當然是很精美 但不好處 人手做就很貴 更容易會爛 小心處理 另外 比例上 始終會味道極致的地方 人手操作 例如鴿片 厚度 或者穿繩 形態 比例上 可能未到某些要求很高的 玩家水準 但經常看來 你應該是很漂亮的 增田恆村 這個造型 由頭歸講 最出名的就是六角 要很值一讚 六角做到不對稱 因為市面上有些牌子 是做到對稱 令到有些玩家很不喜歡 例如德哥 搞錯六角也會對稱 雖然 看到是三肢 三肢 三肢 叫肢節 但不會有三肢 同一個角度 這就是做了不對稱 看六角的紋 和本身的毛 都跟得很足 上色 很可怕 其實上色很仔細 稍後再看規甲 因為規甲也很可怕 我想說規甲是金屬 聽不到燈燈的聲音 整套規甲都是用金屬 基本來做 全部夾都是金屬 連這些都是金屬 以我所知 日本規甲很多時候有金屬 但很多時候都不是金屬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用得對 用得對就不對 這裏我不說人家是否不對 歷史史實的 自己都不是專家 有聲音 看看衣服 本身除了夾之外 譬如線布 衣服的三紋 類似打一裂的布織 是很仔細的 說一下龍 德國應該是整體的 龍龍手 即是前臂手臂的護甲 這些位置 這位置都是用金屬造的 金屬圈都是一個金屬圈勾 可能貴就是貴 因為機器是做不到的 還有有舊化的 一點點的生鏽紋 全部都會點進去 不是假 但會點進去 因為真的生鏽紋 又不是那麼生化 所以它全部用一些瘦色色 在甲上的紅色再點一些顏色 這是大貨 這是大貨 很可怕 是很繁複的 龍手最複雜的 是有金屬片和圈圈 金屬圈之間 加上佈織物 組成 所以這裏是最貴的 這裏可能是這裏 不過我又提及 本身它有沒有特別附送其他手型 還是只有這兩隻 其實有的 其實有幾個手型 但這個我們就沒有拿出來 有些是張開有些手指紙 這把十文字槍 一本叫十文字槍 我沒有記錯 真田最出名的那支槍 這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叫十字 我又不清楚 所以說這把槍是一支 木質的部份 也是一支 不像我們有時候用膠啤的 這都是布來的 你說是布 我不如說是線 是線 是線圈繞脈 刀鋒部份是金屬 中間是木質 尾都是金屬 這種做法是根據實物物料 模擬1比6的比例 最欠人造的 一定有很多手工的部份 這支槍 我覺得很欣賞 不過 可能十文字的位置 會大一點 會比較好 再看看其他家具 可以看看兩把劍 小泰刀 我們叫短刀先 打刀先 有很多名字 打刀 泰刀 協差 這把普通人稱為近身用的匕首 通常用來劏人頭 切腹之用 刀紋 是很完整的表達 不是一條過 另外刀柄的位置 刀做得很仔細 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通常插武士劍 彎的位置向下方 不是向上竅 所以應該這樣拿 刀是向下的 雖然有甚麼習慣 但基本拿出來 不想拿 這把刀為何要介紹呢 除了兩把刀都是金屬 銷 值得一看看刀柄 劍格的位置 做得很仔細 劍格的位置做得比較仔細 有很多雲 凹凸位置做 很多是 斜著做的 有些牌子是斜著做的 刀柄這個位置 這道網絡是否像是繩穿的 我最初都被你騙了 不是 其實不是 我分解一下方法 小弟的開發 其實劍柄是用真的繩 真的做了 浪費 然後再開模 這樣就可以做到效果 可以騙到人 耳膠聯真 因為真正這樣穿 就很耗費工資 而且容易爛 但怎樣也要綁一把 然後你才印出帽子 做了一個帥帽 再覆出來 即是啤出來 做到一個帥帽 當然他這個覆出來 我不清楚 因為數量只有400多那麼少 有可能倒劍也不頂 總之整隻 小心點 我又跳一跳 有一點可惜 因為他本身有包著劍左 但是你 如果這把東西綁上 人上 你叫我再脫下來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未必真的用得著 要對日本武士的規格 或者武器的組裝 輕微形式 我不覺得很難 上網看書 或圍機 其實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拆出來 但是你的手的觸感 和精細度 很高 砌模型的 砌多一些細微的東西 你不妨試一下 因為我看到在這些位置綁 如果你想製造 把工具 你要綁得漂亮 我覺得最難 你這樣綁就沒有問題 但你真的有要求 綁得這麼漂亮 才有些功夫 他本身放在 箱裏面 是否已經是這樣 還是自己綁 應該是分開的 應該是 我的好同事先幫我設定好了 總之你砌一會有少許麻煩 如果出廠就綁好中間的 這個也可以就這樣拔 但我還是沒有拔 當然 一拔的形狀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這些 規格就是建議不要拆 拆你真是很難 而且很細緻 剛才提到的身體 你見到甲紋 綁繩 這些堅繩 內甲 都很講究 我想建議後面 另外亦有些 帶 以及下半身的甲紋 逐塊逐塊 不要叫釘上去 你是用繩 將每一塊甲串連 這是手工很可怕 其實看得出是每一個都有人手串 所以如果你再穿去 但我建議不要拆 真的不要拆 所以 不會對 就算你設計 backbone 看 BETH 也好 所以只要これは珍世的工作 中間一邊的甲 就是內膽褲 最多截斥 這裏面要把甲的甲纏綿 留意每一塊甲都是獨立,每一塊獨立的甲再穿真正 層層不同,所以這裏亦是一個很難處理的部分 這些是全部人手,血汗工廠 貴在這裏,因為不能不人手,那些人懂得做才行 做完後要做加工,所以這套甲無用之意,非常精細 要彈一下,這些布就穩得很厚,厚得來就很厚 而且這裏有少許好笑的,既然換TV照說 雖然我小弟負責這家公司的代理 但這裏的褲子是三角骨褲,因為布料太厚 他放進去就做不到這個比例 所以變成開朗褲,要鬆一點,拉低一點 可以選一些幼的布料,下次可以放進去 都應該做到的 他們會不會看到我們的節目呢? 有可能,很多女朋友都會看我們的節目 這件對蝦也很可怕 這跟龍手差不多做法,有金屬圈 裏面一個,外面一個,這裏有一層布 很苦惱的,其實真正的日本的盔甲都這麼穿 外面再前兩條繩子,包著那個 上不穿下不穿 這裏忽然間忘記了日本專用的屬名 有些裂,綁的裂很清楚 整個朋友都開玩笑,日本武士很漂亮 但他的腳最弱還是穿草鞋 這裏都是跟原著的 他穿一對很正的鞋,除了西方甲之外 一般都是穿草鞋 多麼高級的大名都是穿草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多一句,要介紹這件 這件是鎮魚跡 鎮魚跡比較簡單 和其他大名比 沒錯,因為他不是正式的大名 武將,曾田恆村的官階也不高 他有時候說是步兵,即是一個將領 所以他的鎮魚跡也顯示到他的身份有多少 這是有六文錢的標誌 這件衣服,如果要穿鎮魚跡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要把肩膀這兩塊甲脫掉 其實他有一顆扭 是可以脫掉的,不過我真的不敢脫 因為脫掉,我怕穿不上去 是有兩顆扭連著的 這兩個扭是可以脫掉的 脫掉後,你就可以把肩膀穿上去 這裏是勾住的,不是連著的 是有兩顆扭,以前我們穿棉蠟的扣法 脫掉後,你就可以穿肩膀穿上去 我們試過穿起,但不是很好看 所以最好看的都是這個造型 因為穿起後再勾這個 其實就有點臉腫 我建議都是,而且本身的身份問題 前線的將領都是這樣,很帥的 其實規格組有很多話要說 我們不說那麼多,我們買關子 但這兩塊又是什麼呢? 這兩塊,很多時候的箱子是在盡規格 很多時候的武將在盡墊上去 他們就會把規格安裝在裡面 怎麼安裝呢? 因為運送時是要安裝的 另外,通常是這樣展示的 這個櫃裏面不知放什麼 但整套規格會放上去 這裏我示範不了 小心 這裏是安裝的 這裏是安裝的 這裏會安裝的頭盔 這裏會安裝的盔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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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盔放在這裏 順著放在這裏 如果大家進入Walker去那麼多日本 全都會見過這種佈置 用一些博物館工 或者是他們的城 城裡面的博物館好多 這裏很多經常都在日本玩 見慣不怪的 所以這個箱呢 用的時候,行軍的時候就裝進去 不行軍的時候就掛了 很帥氣,很多朋友都喜歡 所以收藏家會把整個箱子放在這裏 無論是真的就好 但你這個拆件甲放在這裏 也挺嚴重的 要是否出一套靜甲版 其實有些公司都有這樣出的 靜甲版都夠英俊 看你玩法 總之逢到組裝的位置 大家就注意一下 就要量力而為 要自己有個心機 有個精細的小巧的手指或工具 幫助你處理整件物件 穿上或脫下都很花時間 當然你喜歡的話是很開心的過程 不過多說一句 千萬不要當這件是玩具 因為坦白說 它的關節都頗鬆 亦未必可以放到一些很誇張的姿勢 其一 其二 要放的話 記住放在台座 因為整件甲是金屬製 你是多難就這樣靠 它本身的… 老實說的 真的可以的 但放一陣子 因為地下線都已經和你一字馬 或者隔開急塵機有少許微震 所以變成擺好姿勢 你覺得滿意的就定住它 你不用擔心它全部佈 不是滴膠 變成你長擺的姿勢 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一沒有台座擺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和死神挑戰沒有分別 沒錯 另外最後一個話法 屈靠影的甲 其實全副雞甲都是做了舊化 這個真的看到它是人手做 因為它做的壽食 用噴友帽子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它貴是貴在這裏 每一塊甲都是獨立的做 即是跟實物一層層做 這個當然是英俊 但很貴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預算 或者不想賺太多錢 可以考慮有其他品牌 沒有那麼精細 但其實出來的效果都差不多英俊 可以考慮那些 它換手也不太困難 因為我們想說 就這樣站立的話 可以用其他手型的網絡 可以自然一點 好 非常之好 今天介紹那麼多 留一點大家有興趣 自己去買一隻來研究 好 今集說到那麼多 謝謝德哥哥 再見 拜拜 治療